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衰老是所有生物体都会发生的自然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会发生各种变化 这些变化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 虽然衰老是不可避免的 但有一些方法可以减缓这一过程 并将其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 抗衰老是一个用来描述这些努力的术语 范围从改变生活方式到医疗干预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讨论抗衰老的概念 以及可以帮助我们优雅变老的策略 什么是抗衰老 抗衰老是减缓 停止或逆转衰老影响的过程 它包括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 和降低与年龄相关疾病风险的各种做法和干预措施 抗衰老的最终目标是帮助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保持身心健康 抗衰老策略 健康的饮食 健康的饮食对于促进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 均衡饮食 包括各种水果 蔬菜 群骨类 瘦肉蛋白和健康脂肪 可以提供必要的营养来支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作 富含抗氧化剂的饮食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细胞 免受自由基造成的损害 定期锻炼 定期锻炼是抗衰老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运动可以帮助保持肌肉质量 提高骨密度 降低患心脏病 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风险 它还可以促进健康的大脑功能 并可以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 压力管理 慢性压力会加速衰老过程并增加与年龄有关的疾病的风险 因此必须练习压力管理技巧 例如冥想 深呼吸 瑜伽或其他放松技巧 以降低压力水平 皮肤护理 适当的护肤可以帮助防止皮肤过早老化 保护皮肤免受阳光伤害 使用润肤霜 避免吸烟和过量饮酒 可以帮助保持皮肤健康和年轻 医疗干预 激素替代疗法 抗衰老补充剂和整容手术等医疗干预措施 也有助于延缓衰老过程 然而 在开始任何医疗干预之前 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以确保其安全有效是至关重要的 结论 抗衰老是维持健康衰老的多方面方法 通过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并在必要时寻求医疗干预 个人可以延缓衰老过程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 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 虽然衰老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将其影响降至最低并优雅的变老 M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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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